九州青雁景区东路 是主要女眷们住的 非平们居住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建筑呢 叫天地一家村 这个区域呢 也是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跟女眷居住的 这个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早期呢 我们讲在这个天地一家村 这个一路里面呢 西北角是有一个皇后殿的 就是皇后居住的这么一个 单独的小的院落空间 但是后期呢 没有再这么安排 咸丰时期呢 慈禧 就这个仪贵妃呢 是住在这个天地一家村 就相当于这个 非常核心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讲这个空间的位置啊 也象征了他在这个宫廷中的一种地位 那么讲到天地一家村呢 还比较特殊的一点呢 就在于 在圆明园的历史上呢 其实出现过两个天地一家村 一个九州青雁郡区的东路 天地一家村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老的天地一家村 第二个天地一家村呢 实际上是并没有建成 是一个停留在图纸上的 停留在计划中的一处天地一家村 那个从修圆明园的时候 希望成为慈禧正寝的一个地方 从治从修的这一段历史呢 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叙述 但是呢 谈到这个天地一家村呢 我们可以接着前面这个 圣德堂的这个情况啊 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天地一家村的这个建筑的形质啊 也非常有意思 它比圣德堂在某种程度上呢 还要再夸张一点 它是五开间四卷勾连达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正常的五开间的房子 连着做四个 把它排在一起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 南北方向的尺寸 大于这个东西方向尺寸 这么一种建筑格局 所以我们讲 虽然天地一家村 没有建成 没有落成 但是这个想法 这个思想 其实也留下来了 所以到光绪年间 从清一元的基础上 改建颐和园的时候 在乐寿堂的建设里面 慈禧仍然把这个想法贯彻了进去